字幕鳥 同鞠躬 三圈 初歌港許願 它的投票其實投很久 大概一個月 真的沒有想歸 那時候第一瞬間真的覺得太久了 一定要雜農 就可以了 真的 其實我還真的 也是蠻多的 其實我還蠻多的啦 不是票表 Canon也很短 都去拿那個 他不能只是支持我們嗎 很難 可以可以可以 但有一個bonus 得獎真的是蠻意外的 覺得很慌張 因為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得獎 我感覺就是 心臟要哭了 就是快吐了 我也是還蠻意外的 因為畢竟這次的 評選標準是除了投票之外 還有評審老師的分數 所以一直都不知道結果到底會怎樣 大概就是這樣瘋著 然後皮笑落不下 然後真的公布的時候還蠻 有點下蛋 但其實我們的創作主題美食 是很看導師本身對於這個 發揮的創意他知不支持 跟你的菜色他喜不喜歡 那因為我們的風格導師 是一個很大的便宜 是O.G 我告訴你 我知道不是我疑惑而已 因為O.G在頒獎的時候 他說為什麼你是美食類導師 他也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謎團 後來看他講 他說至少他也是一個掏客 愛吃人 酷死了 這完全就是奧斯上本金啦 對啊還可以看天空 我覺得我們像Superstar 哈哈哈哈 而且我第一個開門下去 那腳就是要露台 我等一下 我的右腳已經準備好了 哈哈哈哈 那個第一腳齁 就這樣踩上 要踮 紅毯不都這樣嗎 就是腳要露出來 女民心 然後鞋子上面相滿的 施華弱士奇 假的 哈哈哈 要叫Litex的時候叫到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不小心 有做過 然後我覺得最惱人 就是你一定不知道怎麼開門 對對對對對 我找不到他的手把 可是你們沒有第一次開車門的時候 就是很困難 完全不會開 完全不會開 然後我還不敢裝自己沒有 就不會開 我就哈哈哈哈 然後那邊狂暗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司機都忍衡吧 他們都還下車 可能叫你怎麼開 對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貼心 有時候這個 記得我們腳到的時候 就是 喔 Taxi 不是不是Taxi 特斯拉 重講 因為搭的時候都是 下班的時候 太累了 我覺得真的是 我真的會忙睡著 所以 有時候是他們必須要跟我講話 因為到了 很怕啊 看你當天累不累 對 我今天就是受工下班 不想聊天 不要跟我講 對 我覺得他這個 忽然平行啊 就是依照每個人 每個每天的狀況都好 然後卻有利益的措斥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遇到 風向星座很驚慌 他就是先說 我不想聊天 那一上去 我都想聊天了 哈哈哈哈 可是我通常上車都 或是比較 就是想要聽音樂 或是 平常有習慣家 我也是不聊天 所以如果可以選 就是 想要聽音樂之類 我覺得就很方便 你說教室會幫你找音樂 對啊就是 他像快樂的出版 不行 要剝離想不散的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了 耶到了 耶 我們來了 走 Shopping 哈哈哈哈 叫什麼 pra